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来到《齐来灵修》两分钟 使徒保罗在社比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当中 其中的内容包括了 鼓励信徒们靠着基督而活 在他里面扎根成长过着新的生命 在这封书信结束之前 保罗提出了一些额外的勸勉 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经文 出自于哥罗西书四章五至六节 请替我读一次 你们要把握时机 用智慧与爱人来往 你们的研讨要时尚带着温和 好在用盐调味 让你们知道该怎样应对每一个人 其实在《以不所书》都有类似的教导 那里讲到我们要谨慎行 不要像无知的人 要像智慧的人 不要作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经为耶和华士智慧的开端 当我们警醒去跟随着神的教导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心意更新变化 我们就能够测验何谓神 善良 顺存 可喜悦的旨意 从而祝福到身边的人 与人互动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会用到口说 今天的经文就讲到 从我们口出的 要时尚带着温和 好在用盐调味 盐在当时的社会有很多的功用 而今天讲的是调味的盐 是让食物味道提升的盐 在烹调时适当的加入 不单止令到食物更加好吃 吃下去令人心情愉快 甚至健康一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以后每一餐饭菜 都不让你用盐 或者明明是要下盐的 就要加其他的东西 甚至加一些假东西 后果会是怎样呢 保罗就血面殉吐了 言探是要上上带着均和 好在用盐调味 以直将对方最好的一面带出 而不是去打击踩低别人 也不是插鞋奉议 而是真诚的对出对方 道出对方的美好 去安慰造就对方 《使徒比德》 在《比德前书3章》 也有类似的教导 那里讲到我们要尊基督为圣 尊祂为主 当有人问到我们心中 盼望的理由的时候 我们要随时准备答复 不过是要以 温柔敬畏的心回答 如果我们回想过去一星期的用字 包括对家人、朋友、同事、同学之间的种种交流 在WhatsApp中的短讯 又或者在社交媒体的发言等等 到底当中有多少的盐分呢 我们的用字、语气又如何祝福到我们的听众 或者是读者呢 今天就让我们来一个决定 让我们的言谈事上带着温和 就好想用盐调味 好让我们知道怎样去应对每一个人 现在就让我们来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予我们书画的能力 可以用语言文字 与你还有身边的人交流 我们今天就将我们的纯诗交托给你 让我们表达的除了对你的重赞 就是对世人的爱 愿你给我们的文蕊 在适当的时候 在适当的平台 讲适当的话 愿到世界见到 还有听到你不一样的美好 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之命祈求 阿们 今天齐来灵收两分钟又到这里 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